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 有机会上清华伟大 你会不会让他去 如果你的孩子 有机会出国 你会不会让他去 两份工作 一份有清华 一份能挣大钱 请问你怎么选择 这些问题 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不用讲出来 咱都是凡夫俗子 所以谁也别唱高调 利用民族情绪 炮制争议话题 煽动对立 早就成为一些自媒体 无良自媒体 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 最近我看到有些人 又把矛头指向了清华大学 那些夸张的标题 片面的解读 确实赚足了注意力 但是却让这些大学 和那些老师 那些学生 深受其苦 有人散布谣言 说清华 80%的学生 毕业以后选择出国 而且出去了以后 不回来 清华因此也被一些人 扣上了 留美预备学校 带头讨好西方的罪名 他们给的理由是 你如果不是讨好西方 那老美对他们 国内很多大学 进行制裁 为什么你没有上黑名单 不上黑名单 怎么也成了一个罪名啊 只要稍微有点常识 就会发现 这些说法是何其的荒谬 可是有一些人 无知而有愚蠢 还心术不正 如果说向西方交流学习 就是讨好西方 要是按照你们这个逻辑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海外的教授 全职被咱们国内的大学引进 在咱们这工作 那他们岂不是在讨好东方吗 那要想不被人家说是讨好 是不是应该关起门来 自己玩 跟外部世界 老死不想往来 是这样吗 历史早已证明 闭关锁国是一种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想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年 封闭只会带来更快的衰败和落后 现在追赶还赶不上呢 还自我固化 你说这不是蠢是什么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清华的名气地位和影响力 大做文章 上纲上线 制造噱头 无中生有 挑动舆论神经 而一些个网民 不管真假 先踩上两脚再说 有的自媒体故意污名化某所大学 实在是巨心叵测 对这种现象 这些行为 是不是应该严肃处理 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 实际上却是在宣扬狭隘极端的民粹思潮 用情绪和偏见 来制造反制的舆论生态 不便真伪 盲目跟风 随随便便就给某一个大学 扣上讨好西方的罪名 最终得到好处的 只是这些收割流量的无良子媒体 而最终伤害的 其实那些兢兢业业 勤勉努力的师生 伤害的是他们整个民族的利益 不要随随被问题标签 你也不想想 如果真的有问题 他怎么不会被整顿呢 不会被取缔吗 所以不要随意被人家带节奏 敌人很狡猾 汉奸往往很阴险 所以不要随便的盲目跟风 留学是个人行为 在哪工作 在哪生活 也是个人行为 既然你也想着要挣钱 既然人往高处走 你自己就行 别人为啥就不行 还是那句话 给喷子的孩子一个清华的名额 你看他去不去 不要看他说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什么